各位CEO大家新年好 首先有两个祝福要带给大家 第一个还是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边 人要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第二点就是祝各位CEO在股社里边 新的一年里面赚钱赚到兔 我是你们的市场奋行人小涛 我又来了 今天这期视频新年里边的第一期视频 我们先来看一篇文章 来自于美联储的吹哨员Nick 他基本上给市场透露了 这一次美联储的会议加息25个基点 然后接下去 美联储有可能会开始讨论 什么时候停止加息 并且停止加息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什么 然后在文章里边 他还聊到了美联储内部所出现的一些分歧 所以待会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的详细内容 然后第二部分 我们对于这一季度的一个财报 总体的标普500去做一个展望 主要是从Factset他们的一个数据本身去出发 看一下有哪些板块可能会比较差 哪些板块可能会比较好 其中主要我们关注一下大科技 在聊到大科技 特别是谷歌的时候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油管背后的一些数据 来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吧 那在开始今天内容之前 各位CEO记得先点下你们轻轻的赞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Nick的这篇文章 文章的标题是 美联储已经准备好 在二月份开始再次放缓加息的这一个节奏 上一次加息是50个基点 再一次放缓加息的一个节奏就意味着在二月份 美联储将会加息25个基点 并且在他的一个副标题里面 他提到了在今年夏天的时候 美联储会开始考虑什么时候开始停止加息 那停止加息的一个条件是什么 在这一次的一个美联储会议里面 那么他们将要开始讨论 到底他们需要整个劳动力市场收缩或者放缓到什么样的程度 因为在美联储的一个视角里面 只有整个劳动力市场放缓之后 那才会是去掉房租之后的服务通胀这一块增速放缓 或者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在我们关注的所有劳动力市场指标里面 比如说有失业率 或者就业市场的一个空缺职位等等 在这些数据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数据是 ECI Employment Cost Index 这是一个用来衡量工资上涨的一个指标 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放回到2021年11月份 当初让鲍威尔甚至于整个美联储 他们慌张的就是这一个指标 在1月31日 这一个指标将会对第四季度做一个更新 那也就是在美联储会议的第一天 所以我相信这一个指标或多或少 会决定美联储他们会议的一些内容 包括最后的一些决定 现在市场预测第四季度的话 增速环比在1.2和第三季度的一个增速环比 基本上是完全符合是相同的一个增速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 接下去 NIC引用了三位美联储的成员来表达了美联储成员内部的一个分歧 首先第一位达拉斯联储成员 他说在今年夏天我们将会把隔夜利率保持在一个高位 然后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的向市场去表明 接下去我们有可能会把这个隔夜利率继续往上升 而不是往下降 他说我们必须要对加息保持一个自由度 如果说整个经济的一个展望有所改变 或者说金融环境需要的话 我们将会把隔夜利率继续往上升 关于金融环境这一点 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 因为市场如何让美联储去知道 美联储的一个政策太过激进或者太过紧缩了 市场是要通过下跌的这种方式 才可以去传递这一个信息 而并不是现在整个金融环境 已经处在一个宽松的一个状态之下 那带给美联储的一个讯息是什么 并不是说你们现在要开始进行降息 而是告诉美联储 你们现在的这个隔夜利率没有问题 你们加息的一个节奏没有问题 你们即使把隔夜利率维持在这个高位 也没有问题 市场确实永远是走在美联储之前 所以最终就看美联储是不是会和市场去妥协 还是说美联储觉得时机的话并没有到 然后第二位就是我们一贯的英王 美联储成员Bolar 他今年并没有这个投票权 但是他支持下一次会议的话 加息50个基点 然后最后一位就是美联储的副主席 Brenner 他基本上是所有美联储成员 相对来说比较鸽派的那一位 那他说最近我们已经看到通胀的话 有放缓的这个迹象 而且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 1970年代的这一种工资的螺旋上涨 所以他明显是支持放缓这一个加息的节奏 其实如果从结果去看 无论下一次加息50个 甚至于加息25个基点 25个基点的一个差距对于市场其实不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但最主要的事项通过这个言语去调整市场的这个预期 暂时来说现在市场并不相信美联储 所以接下去就看美联储是不是愿意和怎么去调节这一个市场的预期 然后我们快速来看一条新闻 Eliot Management 他们也是属于基金类投资者 他们最近收购了将近10亿美元Salesforce的一个股份 我们都知道激进投资者入住了一家公司的股份之后 他们第一步就是希望先进入董事局 然后第二步就是希望通过对于公司管理层的一个影响 从而来达到盈利的一个目的 一般来说最常见的就是对于公司策略的一个影响 和运营费用上面的一个缩减 最近其实我们已经听到过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新闻 我觉得奈飞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 然后最近迪士尼也有这样的一个新闻 今天Eliot Management他们也入住了Salesforce 一般这一类被入住的公司他们都有一个特性 就是在过去几年在花费这一块 并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控制 所以接下去Salesforce这家公司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然后我们就来对这一次的一个财报季度 先去做一个展望 从Faxe他们的一个数据去出发 截止到1月20日 一共有11%也就是55家公司 已经发布了第四季度的一个财报 其中67%的公司盈利是高于市场的预期 64%的公司营收是高于市场的预期 这两个67和64的一个百分比 都比历史上的77和73都要低 所以第四季度的一个财报季到目前为止并不是非常的乐观 如果我们去看市场对于标普500 第四季度盈利的一个预期现在是在负的4.6% 同比的话是负增长 这一个数字从12月31日也就是三个星期前的一个负的3.2% 已经往下调了1.4 所以展示来说这个趋势也并不乐观 但是有一点我想说的是市场永远是向前去看 那第四季度的一个财报只是对以前市场的一个预期去做一个调整 所以更重要的是一个未来而不是当下 比如说公司对于2023年整个一年的一个支援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标普500的一个net profit margin 运营能力或者净赚钱能力 这一个margin其实最高是在2021年的第二季度 然后接下去基本上每一个季度都在往下滑 第四季度现在的一个预期是在11.4% 然后非常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去看现在市场的一个预期 从Q1到Q4的话分别在11.912.112.3和12.2 也就是市场预期2022年的第四季度将会是margin最低的一个季度 然后接下去今年的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 这一个margin还会继续往上升 从margin这个角度市场预期第四季度是最差的 但是最差的一个季度也是在疫情之前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因为19年的第二季度第三季度标普500的一个margin 也就是在11.4% 那么和这一个季度当下的一个预期是符合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板块 从板块这个角度来看最好的仍然是能源板块 从最差的这个角度去看第二差的是非必需品消费这一块 在非必需品消费这一块占比比较大的 比如说像亚马逊 那比如说像特斯拉 所以现在市场对于亚马逊同比的这一个增长预期是一个负的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把亚马逊从这一个板块中剔除的话 这整个一个板块同比的一个盈利增长会在15.2% 而如果把亚马逊加进去的话 这一个板块是负的20.9% 那因为它的一个体量非常大 市场对于亚马逊的一个关注 应该会在AWS这一块的一个增速上面 除非他们在电商这一块给市场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surprise 不然AWS将会对亚马逊的一个盈利能力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然后在非必需品消费这一块有两个板块比较好 第一块就是汽车这一块 第二块就是和旅游复苏有关 比如说像酒店或者餐馆 因为去掉这两个板块的话 整个非必需品消费这一块同比将会有将近42%的负增长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三叉的一个板块就是通讯服务这一块 通讯服务里面影响最大的两次个股谷歌和meta 如果去看市场的预期 上半部分是谷歌下半部分是meta 这边我看的是会计准则上面的一个净盈利 所以第四季度谷歌的一个同比增长是负的17% meta的话是负的42% 而市场预期谷歌到2023年就是今年的第二季度盈利的话将会再次出现一个正增长 meta的这一个时间点将会在今年的第三季度 然后来和大家做一个更新 这边是我油管背后的一个数据 我用的是一个rpm 它是含量广告营收的其中一个指标 这边最左列的话我把整个2022年按照月份全部排出来 然后第二列的话是同比增长 我们如果去比2021年的话 这一个同比增长是非常的惨无忍睹 可以看到同比有最差的7月份46% 然后第四季度同比的话在负的26%到36% 所以同比其实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下跌 然后我们去看第三列的话环比 那就是12月比11月11月比10月 环比的一个波动会比较大 因为还取决于季节效应 那一般来说第四季度都会比第三季度要好 这个增速在25% 那主要是因为季节性的一个效应 那因为整个第四季度 那有节日然后还有中期选举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看第一季度的话 一般这一个环比的一个增速都是负增长 好吧然后最后一列是谷歌它们净盈利的一个环比增长 季度比季度 虽然数字上面差距的话还挺大 但是方向的话都是一致 也就是如果我这边rpm环比增速是正的话 那谷歌这边也是正的 那我这边是负的谷歌也是负的 那然后一次去累退 前面我们看了第四季度的一个展望 接下去我们就往未来去看 在已经发完财报的公司里面 只有七家公司对于第一季度去做了一个展望 在七家公司里面其中有五家公司给出了负面的一个展望 这一个比例是比较高 但是采样的这个数据体量并不是非常大 这一个星期将会有将近100家公司发财报 所以这一个星期结束之后 我们将会有更多的一些数据 特别有一些大科技和消费类的巨头 那比如说像星期二的微软 星期三的特斯拉 星期四的话有visa和mastercard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对于2023年盈利和营收的一个展望 前两个季度市场仍然是预测同比的话负增长 即使营收同比还在增长 当盈利的一个增速比营收的一个增速要慢的时候 这就代表公司在运营这方面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而市场认为的一个转折点是在今年的一个第三季度 因为盈利4.6%的一个增速已经远远超过营收1.5%的增速 然后第四季度的这个operating leverage将会回到历史上的一个平均水平 市场的这个预期还挺有意思 因为他们预测第三季度从盈利的这个角度将会出现一个转折点 但是现在市场上又有非常多的一部分声音认为 今年的一个衰退将会出现在下半年 所以这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一个矛盾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ndx他的一个p1 或者向前看的一个市盈率主要体现在白色的这条线 现在的一个收盘收在22.0822.1左右 22.1在历史上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如果我们去看白色的这条虚线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22.1在历史上 其实属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在历史上比21.1高的一个位置有没有 有在2019年的后半年 或者说在疫情之前最高的时候forvpe涨到了25倍 也就是绿色的这一条虚线 然后在这张图里面还有另外一条蓝色的这条线 这条线是十年期美债的一个收益率 现在的一个收盘是在3.4731 为什么把十年期美债的一个收益率放进来 和标普500一样利率对于科技股的一个影响其实更大 而我们完全可以把22.1倍的这一个向前看的市盈率取它的一个倒数 然后来算出来ndx它的一个风险溢价 比较直观的是我们还可以看到历史上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2.5以上的时候 ndx它的一个估值或者它的一个forvpe大概在什么样的区间 好吗 如果大家对这张图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视频的下面给我留言 最后我们知道财报季已经来临 如果我们不想错过任何一家公司的一个财报 那这边富途摸摸的一个APP 不单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整理还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提醒 他们的财报功能覆盖了美股港股和澳股或者自己的一个持仓 并且现在针对澳洲的小伙伴只需要开户且入金1000澳币 就可以总共获得110澳币的等量现金 针对美国的小伙伴开户且入金1000美金可以总共获得十无辜免费的股票 加上富途摸摸为我们准备的新年投资秘籍 如果总共入金3888的话 那在这一个基础上再加赠一股苹果的股票 好吧那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最后各位CEO别忘了睡前养成点赞的好习惯明天见 大家晚安 今天准备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